大家好,我是Edit,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 今天我就想介紹一下我這個新做的MT架 它是我自己DIY的 而它們的成本亦都很低 市面上這些MT架都要300元以上 但我自己DIY這個材料是需要100元以下的 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做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你需要的材料就是一個木架 我自己就在淘寶找了一些比較厚的相框來取替 我就不小心買錯了一個不是實木的架回來 但都一樣做到的 但反而要注意的就是你的框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圖中這個位置 否則我們就做不到那些勾上去 第二個的材料就是這些的木條 你可以自己告訴它你要多少的直徑 多長 它就會幫你裁剪好了 最後一樣就是這些的掛鉤 這些的螺絲掛鉤在12元店就可以買到一盒 你就可以在上框的這個位置開始量度位 每一行最少要5cm 但是你可能都需要用你自己的紙膠帶去量度位的 因為捲捲紙膠帶的闊度都不同 之後你就可以轉一個小洞 但這個部分記得找專業人士去幫你做 轉好這些洞之後你就可以逐一把勾上去 然後就是最興奮的部分了 就是把你自己排好的紙膠帶的柱 去逐條逐條的掛上去 這個這麼漂亮又收納得很好的紙膠帶架就完成了 好!